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核心还是没被所谓的这个他们带走 而且啊当时救他的并不是人 而是他们村子里边平时没事啊 在街上晃得的一只大白鹅 这只大白鹅小时候还欺负过咱们这个男主角 但没想到 他说现在回忆起来小时要不是这只大白鹅 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啊怎么样了 哈哈哈哈 现在给大家说的是扑朔迷离 完全听不懂了 这凯神是要讲啥啊 您别急 又是老样子 咱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故事开始给您从头说起 首先呢这个故事啊 故事提供者是咱们家老朋友了 名字叫Juicy 不过这次呢人家给我提供故事的时候 人家把名字写清了 他说他叫周周 周周说他小的时候啊 还没有上学了 有一年的清明节 清明节的大概两天之前左右 全家人就集合在一起了 集合完了干啥去 回老家祭祖去了 他说他们老家是在河北省搏头市的孟家码头村 听名字就能听得出来 应该是个水边的这么一个村子 他说这一年呢我跟着家里人 我就是四岁到五岁期间吧 跟着家里人呢 我们就回到老家去了 周周从小啊 记事记得早 不能说记忆的百分之百清楚 但是儿时的这些回忆还都是历历在目的 他说这是算是在记忆中 他第一次正式回老家 这回回到老家里啊 他是无比的好奇 对家乡的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 城市的孩子嘛 没去过农村 到了农村之后是看哪哪都比较奇怪的 当时啊 他说小孩不能乱跑 只能在家里的周边玩 唯独是家门口那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水坑 引起他的注意了 小时候在城市长大 没见过世面 这种野外啊 原始性的这种水坑 长这么大都没见过 他没事呢 就跑到那水坑边上 比较安全的浅滩上 玩水去了 这天玩水的时候啊 先是捡石头 往水坑里边乱扔 然后水坑里边呢 还有鸭子什么的 当天呢 他说他玩的挺高兴的 一直和另外两个村里的小伙伴 在水坑边上溜达 可是溜达这半截啊 正玩的高兴了 忽然间 就看见从前面的草棚里边钻出来一个大白鹅 小时候他个子小 那只大白鹅的个儿比普通鸭子要大的很多 但是他呢分不清楚什么是鹅 什么是鸭子 他当时就想 啊 我的天哪 怎么这只鸭子这么大呀 还是全身白的 远处瞧的时候 虽然个儿大 但这只鹅特别干净 所以说当时他是没害怕的 只是觉得有点大 有点新奇 这正当他呀 想接近这只大鸭子 过去看看的时候 忽然间 这大白鹅的翅膀张开了 哎呦 那翅膀一张开 浮山浮山的 扇到他身上都能感觉到风的存在 还没两下呢 没等他来得及转头跑 这只大白鹅直接就追上来了 这农村里边 鹅追狗鹅追小孩 其实是常见的 但是城市去农村的这个周周 可没见过这事面 这白鹅是玩命的就追上他了 当时这白鹅的头伸过来 一口就咬在周周屁股上 给周周给疼的呀 他说我不确定 当时是真的咬没咬着我 反正我吓坏了 一下子就把周周吓哭了 这被吓到的周周 是转头就奔家里跑 可是这只大白鹅 我告诉您多凶啊 直接就追到了周周家里 周周当时这农村家里啊 还有人看家 当时是他的一个亲人 这亲人马上出来阻拦 是根本拦不住的 这白鹅凶到连人都不怕 甚至院子里啊 周周说有一条大黑狗 那大黑狗特别老实 特别护主人 可此时的大黑狗吓的 头扎到了旁边的柴火堆里 不敢抬头了 最终这周周家的这个亲戚一看 这不行啊 从旁边直接吵起来个棍子 拿着这棍子就开始吓唬这鹅了 其实啊拿棍子扔鹅呀 扔正了地劲 脖子位置 一棍子就能将鹅致死 但这鹅必定是村里人养的 而且老大岁数了 没有杀他的意思 还等着他下鹅蛋呢 所以说当时这棍子 没有一下是打到要害的 都是假打 但是声势闹得还是挺大 周周说只见呢 这大白鹅 哎呦这一腾空起来啊 腾空老高的 当时这一米八几的汉子 跟这个白鹅斗下来 站不到上风呢 当然了 只要你别吓死手 俩人旗鼓相当 相互有理有让地打着 这白鹅还不知道是谁赢谁输呢 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都知道 在农村里边最怕的是野狗 其次就是这大白鹅 这天的事情过去之后啊 周周就吓坏了 哎呦我再也不弄这鹅了 我可得躲得远远的 当天还是爸爸妈妈告诉他了 这个叫鹅 这不叫鸭子 啊 这个不能惹 这比鸭子可厉害 也就是说 这接下来啊 直到祭祖的那天开始 在村子里周周他们还待了三天 这三天以内 周周跟着小鹏去河边 心里就有压力了 他一直啊就在想 我得左顾右看 看着 千万别那大鹅又追我来了 就这么着 周周这几天虽然贪玩 经常在村里溜达 但是被这白鹅吓得 还是挺紧张的 说到这的话 大家可能就听得有点 不对劲了 这大凯干嘛呀 没事给我们讲大鹅搁着 我跟您说 这大鹅是必须得讲的 因为后边你就知道了 这只大鹅虽然吓唬了周周 但是到后边又把周周给救了 我一定得给您描述 这只白鹅到底多大 还有就是这只白鹅有多凶 不只是人害怕的 狗害怕的 有些脏东西见了 一样也是害怕的 那么咱们再往下边说呀 好多朋友这会儿就不信了 我们听过黑猫辟邪 黑狗辟邪 熊鸡辟邪 我还没听过鹅辟邪了 那是您不懂了 您上农村问问去 鹅是专门干这事的 但是鹅有天敌 鹅就怕黄鼠狼子 在东北 尤其这个鹅遇上了黄鼠狼子 那是没救的 但是对于剩下的东西 我告诉您 鹅是能看家护院的 那咱就说到这 这不重要 咱接下来听 直到了这第三天 该去祭祖这天 周周这天遇到什么 吓人的事了 咱们这小可爱时候的周周啊 这天起来之后 迷迷糊糊的 早晨起来六点 就让爸妈给弄行了 他不知道今天是干什么 实际上是带着孩子去祭祖的 早晨起来 一大家的人 就一块奔着 那一大片祖坟的位置去了 到了祖坟的那儿啊 当时不让周周他们过去 让周周呢 另外和一个沈娘带着 还加上几个孩子 在老远的这么一个小水沟子边上待着 这天周周说我们啊 当时在沈娘的看护下 自由活动 在周围瞎玩 我们当时玩的周围呢 什么都没有 有这么几棵大破树 然后突山突路的 但是当时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 远处有一棵黑色的大树 这棵大树啊 像是被火烧过一样 怎么说呢 嗯 上面没有一点点的树枝 大树特别的高 这些树叉呢 面目猙獰 四拦八叉的 然后整个大树呢 像是碳化锅的 当时我就对这个东西 产生好奇了 我是一个人呢 抱着好奇心 走到了这大树旁边 抬头就看这棵大树 刚抬起头来 朝着大树上边看着 这忽然间 我就瞧见这棵 得两三人能抱过来的大树树 这树后边有个人 这人躲在树后边 扒着个脑袋 偷摸瞧着我 马上我就向左侧移动一下 探头去看他 刚一探头 那个人消失了 这要是大人呢 早一步跨过就过去了 但是我是个小孩 几岁 哎呦 我当时说 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往后退了 刚刚那个人呢 只露出来了一点头发 拌了眼睛 这人特别的白 头发是黑的 剩下什么都看不清了 正当我在这琢磨的时候了 忽然间 我脑袋上 呗 让人弹了一下 知道北方说 你弹脑呗吗 就是这个感觉 不重 但是挺明显的 这一下把我惊着了 马上我就转过头向后边看 哎 我这一转头一看 后边没人呢 这下把我惊到之后 等我再回过头来 哎呦 我的妈呀 一下差点把我吓死 这大树后边忽然间站着三个人 这人齐刷刷的像是牵着手站着 两个人呢 我分不清男女 头发长长的乱七八糟的 身上衣服非常的脏 但是整件衣服是灰白色的 这衣服上面啊 好多污渍 头发蓬松 然后更加奇怪的是 这俩人中间领着个小姑娘 小姑娘跟我年龄相仿 个子也差不多 穿了一身红绿色的小棉袄 旁边领着她的这俩人呢 脏兮兮的 看不清什么样 脸上白白的 但是中间这小姑娘可不一样了 脸上化着妆 明显抹得特别厚的粉 两个小红嘴巴 小红嘴唇 除了她的那两只眼睛 不会动奇奇怪怪的以外 剩下 这小姑娘还是挺引人注意的 不过现在周周长大了 现在她说我长大了 要是遇上了 转头我就跑了 那指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仨人凭空出现在墓地上 那得多吓人呢 但当时我真的是个小孩 我当时就认为 有新的小朋友 我就对中间那小女孩 产生好奇了 正当我盯着他们仨瞧 慢慢地往后退的时候 忽然间 中间这可爱的小姑娘 对我开始笑了 说实话 她笑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了 她那个笑啊 纯属是属于嘴笑 面部笑 除了两个小嘴 咧起来 咧得特别高以外 剩下所有的位置都是僵硬的 可是 这正等我开始准备害怕的时候 忽然间 站在中间的小女孩 一边笑着 朝着我招手 然后示意着 让我过去呢 我说实话 我这会儿动心了 这是 我从看见她之后啊 第一次动心 想过去跟她玩去 这小姑娘怎么瞧 不像是坏人 除了面部表情奇怪 再加上脑袋上那两个牛角片 还挺好玩的 哎呀 我当时开始琢磨了 这是要找我玩吗 这正当我琢磨着了 也就是这么三五秒钟吧 忽然间站在她旁边的那两个大人 这手上开始撒起纸钱来 撒纸钱的时候 动作幅度特别大 而且特别突然 就好像那纸钱是从手里长出来的 或者是纸钱人家就拿好的 之后刷刷的就朝着天上这么丢着 这纸钱很是奇怪 高高的丢在天空中 随风落下 但是落到地上之后 纸钱消失不见了 这会怎么着我也快五岁了 我懂事了 这时候我已经百分之百的确定 不对劲了 此时我两个小腿发软了 开始向后退 一边退着一边喊我身后的沈娘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沈娘和我距离啊 起码还得有这么几十米了 当时我这声音喊出来 再加上我岁数小又没这么大的气力 还没来得及沈娘听见 那小姑娘和旁边的那两个男的 嗖嗖嗖的两步就走到我面前了 到我面前 没等我来得及反应 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 然后拖着我就往旁边的那个臭水钩子里边 拉去了 我这会儿忽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 全身失控了 根本不听使唤 甚至嘴巴都张不开 我大喊的能力都消失了 我只能这么眼瞧瞧着自己 一边哭着 我自己已经害怕到极限了 被他们朝着旁边的水沟拖去 就在我呀 几乎都不反抗了 看不到任何曙光的时候 忽然在旁边 听见了两声大鹅的声音 然后接下来 那只巨大的大白鹅 红红的嘴 从远处的一块 不知道是什么小高石头上跳上来 直接就挡住了这三人的去路 这白鹅此时就像发了电一样 把脖子伸向了天空 拼命地嚼着 翅膀打开 明显是挡住他们 不让他们向前走 然后这只白鹅 一直就在前面跟他们周旋着 这仨东西也是奇怪 一见着白鹅之后 让这只白鹅给下惊了 开始向后退去 把我的手同时也松开了 随着他们被白鹅吓退了 我的手逐渐也松开了 他们把我的手松开之后 一下子我能动了 当时大白鹅纯属给我震住了场子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掉头一边尖叫着一边哭着 朝着沈娘那边 跑去了 跑到沈娘的身边的时候 沈娘大老远在迎着我 当时沈娘的表情非常奇怪 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过来就抱我 明显沈娘朝着远处在望 应该这会儿沈娘应该看见了 哎呦 我知道这孩子为什么吓着了 那只大白鹅怎么追坟地这来了 哎呀 当时沈娘把我接过来之后啊 第一句话就是说 哎 这是咱们村那白鹅吗 怎么跟到咱这来了 他跟女士仇大了是吧 也就是说此时的沈娘 根本瞧不见那三个人 她的眼中只有那只大白鹅 赶等我随着沈娘说的方向 再朝着那大白鹅望去的时候 刚刚托我下水的那三个人 他们已经伴了身子 走到水中间了 此时啊 我从远处望去 两边扶着小姑娘的那个白色的大人啊 嗯 大概水是没过半拉身子的 中间的那个小姑娘 只能露出半拉脑袋 那只不会动的眼 飘在半泼的水面上 远处的咱们望着我 我的天呐 我这会儿吓坏了 但是这会儿啊 我一股担心大白鹅的心声 是油然而生 大白鹅还在岸边张着翅膀 护着我们的方向 好像就怕那三个人从水上上来 我当时在想 这大白鹅大白鹅 前两天你还咬我了 怎么今儿你就救我了 那仨人不像等闲之辈 你别让他们把你欺负了 我正想着了 这白鹅又朝着水里疯狂的乱叫 拿翅膀朝着水面击打着 那仨人明显被白鹅击着了 然后继续朝着水深处 走了 后边没隔了这么三四秒钟 我就眼瞧着那三个人 慢慢的走入到水中 直至水面没过了他们的头顶 消失不见了 再接下来 这只白鹅在水边上又溜达了半天 就像个卫兵保护我们似的 然后盯着水面盯了好久 直到那三个人完全没有动静了 白鹅这才把翅膀收上 收上翅膀的白鹅 朝着旁边的一个大石头上跳去 拉拉远的这么望着我们 足足望了得有几分钟 沈娘当时站在我旁边 一直在叨叨 说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 我当时全身僵住了 就是远远的望着这只白鹅 此时我心里有点担心 但是呢又挺谢谢他的 最后白鹅站在石头上朝着我啊 咯咯叫了几声 然后转过头 特别慢晃晃悠悠的 朝着我家村子的方向 走回去了 沈娘当时慢慢的跟我说话 我就听见了 脑子算是完全回过神来了 问我刚才怎么回事啊 那白鹅怎么找你来了的 我回答不上来了 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沈娘解释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刚刚出现了三个人 其实小时候有点大舌头 磕磕巴巴的跟沈娘说了两句 但大人根本不听 这件事就这么忽略过去了 这天大人们上完坟 全都忙活完了 应该是十点半到十一点左右吧 我们一家人就回村子了 回到村子里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就开始不对劲了 什么叫不对劲 吃饭是没味道的 吃不下去 小时候的我是最馋最能吃的 尤其农村当天啊 是要吃肉喝酒的 我是特别开心 可是今天 这炖好的猪肉放到嘴里 是酸的 干等饭后结束 我开始不舒服了 到了下午身上的高烧 开始发起来了 不但这高烧起来了 全身长了一些红点点 后来听我爸妈说 我这是起水痘 当时爸妈一看这坏了 今儿回不去城市啊 这孩子起了水痘是很危险的 这怎么办呢 当时啊 是跟着家里的另外的大人吧 是谁实在忘了 就把我领到村里的这么一个医务所里去了 到了村里的这医务所当时进去之后啊 说实话 我记不清了 烧得太高了 这是一方面 还有接下来的记忆 我总感觉是迷迷糊糊的 只是隐语间还记得一点点 因为医务所的那个大夫比较特殊 我还是有印象的 虽说穿着个白大褂 但那白大褂脏得像个屠夫似的 脸上是一脸的胡子 看样子得六七十岁了 这老头当时 我迷迷糊糊的跟我母亲说 这孩子啊 虚病 啊 这不是石茶子 不是石茶子病呢 这是虚的病 孩子不知道是让什么东西吓着了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当时呢 这大夫也是非常的找不着方向 这大夫说到这的时候 旁边我审时说话了 审时告诉大夫说 你要说是虚病啊 也不是说不可能 中午我们在坟地那的时候 孩子说有三个人要拖他下水 然后那大鹅把他救了 我当时没听他说 他说的奇奇怪怪的 坏了 是不是咱带孩子 到了坟地上 给孩子吓着遇上什么脏东西了 然后这大夫听完之后呢 一下子惊了 马上就玩命的问我沈娘 我沈娘啊 粗质大业的 给大夫简单的讲了一下 大夫这一拍大腿 告诉我妈说 好家伙 带孩子上那个地儿去 你们胆是真大 我跟你说啊 要是据我预判呢 这孩子是吓坏了 放我这儿吧 今儿晚上别让他回家了 我有办法 我给你们弄好了 水豆不严重 生下都没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得赶快谢谢那只鹅去 看看家里有什么吃的 给他剁点吃的 给他送去 要不是那只大鹅 今儿咱这孩子 就撂在坟地上了 好了 朋友们 今儿的故事 这第一件故事 给大家讲完了 也是咱们家的这个主题啊 但是呢 现在这才二十多分钟 稍微缓上这么几秒钟 马上咱讲下一个 这个故事不用分析 非常的清晰 我想谁都能听得懂的 那咱应该缓的差不多了 咱就到这啊 就给大家稍微的这么 胡乱说上两句 然后咱们就直接进入到 今天的下一个故事 这下一个故事 今天连爆木都没有 名头都没写 但是越藏在后边的故事 是越精彩的 因为能听到这儿的 都是咱家的老朋友了 应该都是清清楚楚的 得了 那我接下来马上就给您讲 讲载的这件 吓人的故事 咱们下边的这个故事啊 它不是没有名字 我也给它起名字了 故事的名字叫 跟我调和吧 您听这名字 就知道有多刺激了 这事是发生在六十年代末期 七十年代初期的 这个故事啊 来得很是精彩 是咱们一位听友的爷爷 从小就给他讲 他说我从小都快被我爷爷的 耳朵给磨就了 怎么回事呢 这故事爷爷至少跟我讲过三十遍 因为爷爷说 这件事是他们小时候 家门口没有人不知道的 等于算的是当时胡托门口 人人传颂的一个灵异故事了 这故事是发生在天津的 接下来啊 讲故事之前得给大家说一说 简单当时天津的一些小历史的 这要不是老人呢 可能听我说完之后 是完全听不懂的 天津和平区啊 有这么一条路 叫南京路 南京路当时呢 坐标的位置 应该就是小白楼 冰江道这一带了 但是当时呢 这南京路上还有个大的坐标位置 这位置现在还健在了 叫啥 叫耀华中学呀 这中学天津人应该一讲到这都知道 当然了 咱这故事跟人耀华中学没关系啊 人是名牌的一所高校 我就是借助一下人家的地标 可是当年这南京路和现在是不同的 南京路当年是没有路的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南京路是一条河 天津人把它称为强子河 我天津话说的不标准 不对劲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强子河好像据说是七十年代末期才填上的 也就是说在之前南京路等于是没有的 它是一条大长河 他们家住在哪呢 住在耀华中学对面 也就是说跟耀华中学有一条河相隔 当时他说这条河呀 非常非常的吓人 怎么回事 那会儿弄运动的时候 有什么事的时候 这墙子河边上全是上吊自杀的 而且墙子河里每年都有挑河的 被情所困的 或者是走投无路的 咱都不知道了 反正经常能在墙子河上看见河飘子 天津人管这死了 然后被淹死的人呢 称之为河飘子 一说河飘子 那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死人了 那把这地理风貌给大家讲明白了 有的天津人现在一听呢 可能已经开始问自己的父母去了 爸爸爸爸 南京路以前是墙子河吗 你爸肯定告你 哎呦 这谁告你呢 这可是老爷儿老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咱河新呢 还是得讲故事啊 咱就大概说到这就完了 这故事跟河飘子有直然关系的 当时这件事啊 在周边是没人不知道的 爷爷说呀 小时候他有个邻居 这邻居叫二猴子 这孩子从小就淘气 淘到天 没有一年不把锁骨摔坏了 不把胳膊摔掉环的 这孩子淘到 经常从房子上滚下来 大人们没有不讨厌他的 所以说邻里邻居的 就给他起名 叫二猴子 小时候二猴子是爷爷的好朋友 二猴子很讲义气 而且是经常干坏事 偷鸡摸狗 没事偷点什么呢 树上的小果子呀 干点什么小坏事什么的 爷爷他们跟着呢 就是玩 主要就是跟着二猴子 看着二猴子每天刷包 但有这么一天 爷爷说这二猴子突然出事了 怎么回事呢 这天应该是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 爷爷他们刚下学回来 回到家之后啊 刚进门 然后就瞧见 这二猴子站在院的中间的位置 全身脏兮兮的 身上那格臭 然后呢 被他爸在那拿皮带抽着 一边抽着他 二猴子就站在中间哭着 爷爷当时傻了 哎呀心里想 这二猴子又惹祸了 他们家是独生子 二猴子很少挨打 怎么今儿他爸动起舞来了呢 这到了后边才知道 二猴子那天真的不是淘气了 这他爸打完他这才后悔了 就在当天晚上二猴子就给送医院了 发起了特别高的高烧来 就因为这次生病 二猴子差点死了 直到后边才得知 二猴子这天呢 下午刚刚回到家里来 到了家之后 拿上了一个木棍 拿绳子粘上了点树镖 想到河边掉蜻蜓去 结果遇上水鬼 把二猴子给拽水里去了 这些分析啊 全都是二猴子最后清醒的 讲给爷爷他们的 是二猴子亲口讲的 自己的亲身经历 从那开始好长一段时间 爷爷他们都不敢靠近墙子河了 因为二猴子讲的这件事 实在太吓人了 二猴子这天出事的时候 那简直玄幻到奇怪了 他说啊 下午大概不到五点 拿着棍就跑河边去了 到河边之后 就看见满是蜻蜓在天上飞着 有绿的 有红的 有黄的 黄的居多 二猴子就对这些蜻蜓开始下手了 隔了一会儿 二猴子说 打老远呢 飞过来一只特别大的蜻蜓 天井人好像叫老贺 这只蜻蜓啊 他说是黑的 黑蜻蜓啊 不多见 天井人好像叫吊死鬼 但是这只蜻蜓 从来没见过 大的 跟个小麻雀似的 比普通的蜻蜓 要大上一倍 甚至两倍 三倍出去 一下子就引起 二猴子的注意了 二猴子当时 哎呦 这一看呢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马上就勾起兴趣来了 拿棍就追着这只 大黑蜻蜓跑着 这黑蜻蜓也是傻 就沿着河边跑 不照着河中间飞 总是能给二猴子机会 二猴子就拿棍弄这只黑蜻蜓 可是无论怎么着 这黑蜻蜓的速度是奇快 一会儿飞得高 一会儿飞得低 二猴子就是下不了手 赶紧二猴子追了这么一会儿吧 他说顿时忽然间 这黑蜻蜓就停在半空中了 停的大概有这么三四米高 反正二猴子那个棍子 是绑不着的 然后这黑蜻蜓嗡嗡的 在天上飞着 忽然间朝着二猴子 转过头来 二猴子 二猴子 嘿嘿嘿 你认识我吗 我会说话 知道我是贼吗 二猴子 你看河里 哎呦我的妈呦 二猴子顿时傻了 我的天哪 这蜻蜓怎么会说话呀 这是二猴子的第一反应 然后二猴子当时目不转睛的盯着这黑蜻蜓 黑蜻蜓的嘴里就好像只会说一句话 就一直重复让二猴子看水里边 隔了这么几秒钟 二猴子这才反应过来 不再聚精会神盯着这只会说话的蜻蜓了 朝着蜻蜓说的方向就瞧去 二猴子顿时吓了一大跳 只见这水里边 没过半喇身子 露出来了一个人来 这人身上黑乎乎脏兮兮的 但是能看得出来是个小孩子 岁数比二猴子小上一岁 然后这个人呢 当时在二猴子看来的墙子 何时臭和很脏的 可是他身处于淤泥之中 还朝着二猴子笑呢 一边笑着 一边跟二猴子开始说话 二猴子 二猴子 我 我 我就是那黑蜻蜓啊 就是我 我就是吊死鬼啊 下来朝我玩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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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小孩是过于热情 说着话 还没等二猴子来及反应 然后伸出手来 就朝着岸上走来了 这走到二猴子身边之前 这小孩还是微笑的 赶等慢慢接近到二猴子的时候 一把抓住二猴子的衣服 然后这小孩就变脸了 瞬间这孩子脸像大人一样 刚刚还是个童年了 怎么瞬间变成老头了 看样子虽说不到五六十岁 但怎么着也得四十有余 抓住二猴子 根本来不及给二猴子反应的机会 朝着水里 就拖下去了 到了湖里的二猴子 完全无助了 这家伙力量是奇大呀 声也变了 不再是刚才蜻蜓嘴里 发出来那声音了 变得苍老 吓人 摁着二猴子脖子 就往这臭水钩子里灌 当时二猴子疯了 这要是老实点的孩子 平时呆呆的 这天死定了 但你别忘了 二猴子平小时摸爬滚打 是上树跳墙 没有没干过的事 而且二猴子会水性 水性还不是不差的 一下子在河里 跟着玩意儿就拼上命了 二猴子这一拼命 那动静闹的可就大了 自拉烂叫 我就别等我 当时就是这个状态的 然后没喊了几声 旁边茶摊上的两个大爷 还有这么几个叔叔 就给听见了 叔叔大爷围过来之后 就只见二猴子 人处于一个根本淹没不了 他的这么一个水深度 但是此时这二猴子 自己好像控制不住自己一样 头往水里扎 一边扎着还喊着救命 明明墙在河边上 他是能上来的 可是不知道这孩子怎么着 这是中了什么邪 其中一个年岁比较大 心比较好 平时认识这缺德孩子的 一个老头 就慢慢的走到了岸边 然后这老头也不嫌水脏了 必定还是个孩子 把脚插到水里 也就是摸过裤腿的位置 伸手就去抓二猴子 这孩子作骂死了 哎 上来 老爷子年轻时可能也练过 力量也是其大 没两下 就把这弄得全身脏臭的二猴子 给拽到岸上来了 到了岸上来之后 这老爷子平时认识二猴子 那他爸都是老爷子看大的 没跟二猴子客气 上来光光就给二猴子两脚 揪着二猴子的耳朵 就给送家去了 接下来就是咱们家提供故事的朋友 给咱说的那一幕了 咱们朋友看见的时候 他爸正在抽着二猴子了 可是就像咱之前说的 到了晚上他爸就后悔了 孩子大概坚持到了十点多 就发了高烧了 后边在医院足足指的十多天 是怎么瞧都瞧不好 据说后来是找了个不知道是什么人 才把二猴子给弄好的 朋友们晚上好 这期十一月份的故事里 包含了好几个小故事 一会您就挨个挨个听吧 我讲的稍微快点 因为有的内容挺多的 你说让他做长了吧 不行 做短了吧 我就得加快预速 那咱得了 就说这么多 马上进入到故事内容 您来赶快听一下 咱们今天这第一个 精彩的故事吧 那咱今天晚上 说的这第一个故事 就是前两年的一件事情 大概三四年前吧 我这前两年比较概括 不是说非得是准确的两年前 我跟您说个东西 您可能不相信 您相信在深圳 能吃着五六块钱 甚至没超过五块钱的 一碗榨菜肉丝面吗 好多话我不相信 我跟您说真有 就有这样的良心老板 由于这肉丝面店的老板 当时他开的这个店 是在一个务工区 那地方全都是干 那个叫什么 工作中介的 也就是说全是打工的人员们 老板发现一个问题 这帮人们很可怜 过得有一天没一天的 你说你卖十块钱 一碗的面给他们吧 他们真吃不起 有时候口袋就剩四五块钱了 而且他们的要求不高 吃饱了就行 你说你放两条肉 他们也不挑 主要就是便宜 能喝碗热汤 吃口饱饭 就绝对知足了 老板人心机善良 规矩稳重 然后琢磨了半天 干脆算了吧 我呀弄点肉汤 少放点肉 然后呢弄点榨菜 给他们做一碗 便便一一的肉丝面 这自打这肉丝面 一伤势一下子 老板就火了 所有这周边的务工人员 都说这老板实在人好 为了我们设立这么便宜的面 但是有些朋友 这会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都知道 那面成本我们会算 弄点破肉汤子 弄点榨菜 这怎么叫好人 你一样是有利润的 但是我告诉您 您忘了人家房租是多高了 这可是深圳 深圳的房租呢 可能是您所居住的城市的 三到四倍以上去 这老板真的是非常良心的 换了您 这活您干嘛 就这么一个好人吧 有这么一天呢 他说大概就是 三四年前的样子 这天下午呀 大概两点多钟的时候 他正在店里边 躺着睡觉了 因为两点半左右 几乎就不营业了 再次开门 就得下午五点间了 躺着躺着 迷迷糊糊的 睡在那竹堂椅上 忽然间隐隐约 就感觉店里边来人了 老板立马就惊醒过来了 抬头 谁 吃东西 由于这种家常店 没有什么热情的招呼 您里边坐先生 没这些事 老板很自然 就从这个 木堂椅上起身的 老板起身之后啊 迷迷糊糊低着头 几乎都没抬头看 奔着自己 煮灭的大柜台里边 搭着脑袋就走进去了 进去之后 这拖着沉沉的脑袋 连想都没想 纯属都属于 固定肌肉形态了 抄起来一碗面 就往那里边放 为啥啊 因为老板刚才迷迷糊糊听见 近来那人说了一句话 来碗屌丝面 老板一边坐着面呢 抬头就朝着外边看 当时为了让自己清醒 还特意猫了根烟出来点上 点上这烟 烟一架起来 朝着 这外面的桌子上 这一瞧就不对了 老板说 此时坐在外边的这人呢 我认识 嗯 见了大概五六面吧 之前在我这吃个面 这人是新上这找工作来的 可是此时 他是一个侧扮背影对着我 我能看到他扮了后背 但当时吓了我一大跳 这人后背上 有一大片红的 这片红的看起来像是血迹 红的非常明显 老板顿时这眼神就忘去了 再仔细一瞧啊 发现不但有一片殷红的血迹 这衣服上还有个大口子 非常的明显 这口子就像是有人拿刀插在他背上 然后再把刀拔出来了似的 哎呀 老板这下坏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 这也没法问呢 看这小子坐在那 脚还颠等着穿双拖鞋 应该不像有什么大问题 这怎么问人家呢 兄弟 让人捅了是吗 这张不开嘴啊 老板当时还是低头继续做着面 面大概煮了这么三四分钟就熟了 然后老板端过去的时候离近了刻意看了一眼 我的天呐 百分之百没错 这后背就是让刀捅的 透过衣服的那个破洞 还能看见伤呢 一般情况下开这种小店的老板人 打开门做生意换做 您您愿意招这事吗 没人愿意管这事 再说这小伙子看样子还没事 把面端过去之后呢 还找老板要了辣椒 踢里偷路的 就开始吃这碗面了 就这么着啊 老板在一旁瞧着这小子 吃了可能得十来分钟的面 吃完临走还踢了踢牙 把拖鞋往地下一抖了 站起来就走了 走的时候老板发现不对了 这人走道一瘸一拐的 难道这腿上还受伤了吗 按照正常人来讲 这伤挺重的 可是他像个没事人似的 老板当时慢悠悠的 跟在后边啊 达老远忘了忘他 只见他朝着深深远处的 一条小巷的左处 拐进去了 说话这件事到这就算是完了 老板一直奇怪 躺在躺椅上继续睡觉 就在琢磨 但琢磨琢磨着也就忘了 直到下午五点多 营业时间到了 饭馆又忙起来 这件事完全的就扔脑后边去了 可是隔了大概两天吧 忽然间一天早上起来 十点来钟老板刚做完早餐 刚准备把这些东西收起来的时候 来了俩戴大壳帽了 做生意的就怕这些人 我这是犯什么错误了 大壳帽的确时不时的也来 因为这种地方老出一些麻烦事 有时候大概是人口普查什么的 但这俩大壳帽不太通 气宇轩昂 再看上身上那井花 穿的这东西 一看就是有点本事的 老板挺紧张的 马上就问过去了 您您好 吃东西 那大哥们儿非常的严肃 啊不是 有事问您 那个前两天下午 有个个不高 啊行算了吧 你看这照片吧 这人你认识吗 前两天来没来过你这 老板拿过来一瞧 这不哪天拿刀叉的那哥们儿了 来过来过 在我这吃的面 前些日子我也见过他 在之前还在哪见过他 哎呦那可记不清了 我这天天来客人 麻烦您 他出什么事来 老板问完这句话 大可帽那脸色不太对了 明显不愿意回答 上下打量老板一番 然后说 这两天别离开本事啊 后边有事找你调查 大可帽说完这句话 特别的酷 转头就走了 大可帽一走老板这会儿是个傻子 也能明白这是出事了 要不然怎么会问到他这来呢 老板那天下午看着那人就不对劲 怕那身上这么大的伤口 这肯定是大事了 本以为是什么案件 或者是还怕自己牵连进去 但是又过了两天 这发生了一件呢 根本没法解释的事情 这两天后 老板可就不是在这儿在遇上那些叔叔们了 来了仨人 直接把老板压上车带走了 带走完了之后 就光这口供就录了七八遍 无论怎么弄 这口供是就对不上了 这些咱都忽略不讲了 这跟咱没关系 人家老板也不乐意说这些事 我就告诉您最后的结果吧 最后老板这才明白 为什么玩不明白的问道 这小子 死在七八条街前面的一条糊涂里边 当时是一个大草席盖着的 人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死了六天了 那地儿啊 是一个荒废的一个破工厂 里边没人 等于他藏在一个破房子里 谁没事上那里找他去 后来是那流浪汉们 把他发现的才报得紧 发现的时候 很明显 后背是让人拿刀 然后利器锁伤 致死的 接下来开始进行尸体化验 这一化验不对劲了 这人死了得好多天了 可是肚子里 却有鲜鲜的面 这怎么回事 弄得当时法医都蒙圈了 所以这才找到了咱们家老板 最后这件事 根本没法解释 不过跟人家老板是没半毛钱关系的 可是这件事 当时好长一段时间不让老板说出去 老板告诉我说 这事闹起来的时候 有记者找不过我 但是三零五身 不让我说这事 所以这是 我后来才敢说出去的 还有就是 我是绝对不会把具体地址 还有所有的细节 告诉你的 我只是把这故事分享你 就得了吧 好了朋友们 这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这故事可吓人了 不能琢磨呀 你说谁要家里经营个饭馆来个这号的客人 这怎么弄啊 这饭馆还干不干呢 不过人老板觉得深圳不怕影子 我不怕 我还继续在这干 哈哈哈哈 好了 这故事完全说完了 咱们翻篇过了 然后咱们会下一个 下一个故事 更加精彩 您呢 躺舒服了 收听吧 接着合集 我就挑个短的 给大家分享一个 咱这个短的呀 是漫游剔客里边一主播 叫百味 FM 他跟我说的 小哥哥是做那种逗逼类的 搞笑的漫游电台的 人家说那故事 呵给我逗的 但是他跟我讲的这故事可不开玩笑 一点都不逗 吓人极了 我要一说吓人 这故事肯定就是不错了 而且我告诉你 这是发生在天津的故事 因为百味小哥哥 是个天津人 讲的自然 就是天津事的 那得了啊 马上我就开始给您讲 您听听百味 那天都跟我说了啥了 百味小时候啊 住在河西那边 我一说天津人 应该都知道是哪了 咱就不说太清楚了啊 百味当时呢 住在河西 然后住的也是这种 胡吐里 天津胡吐跟北京 没有太大的区别 可能只是没有北京 这么多四合院 但这胡吐结构 差不太多了 您说属于杂院嘛 也不是 天津胡吐稍微比北京 还整合一点 虽说是整合 可是这胡吐里 还是挺乱的 不像北京大杂院 一个院里住好几户人家 他这个一间一间的房子 还是分开 可能这一个小院里啊 就住了一到两户人家左右吧 大概就是这形式的 当时呢 百味住的这院子偏大 院子里有四户人家 而且这院子当初 据说是之前 这盘地劲是个职场 职场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仓库 最后分配给这些居民们了 也就是说 百味家这院子 比别人家的院子要大 不但院里有颗老井 当然都堵死了啊 这井早就不用了 还有一棵大槐树 树在院中间 一到了夏天呢 他们家院子里就会来几个 跟这里边住的邻居们 相对关系好的 围在他们家院子里待着 百味小的时候啊 那会儿就经常听奶奶说什么呢 咱们院里啊 这棵槐树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这国家不让拔 早就应该给他拔了 槐树不吉利 招鬼 还有就是到了春天之后 他老掉那花毛毛什么的 那太讨厌了 小时候听完奶奶说这些 百味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长大识字的才明白 好嘛 槐树那槐字 是拿鬼字组成的 小时候慢慢的 百味就在这院子里边 逐渐长大了 到六岁那年呢 百味家门口出了个事 这什么事啊 平时 没事到了夏天 就来百味家这院里 乘凉一个姓黄的老头 百味管他叫黄爷爷 这老头脾气特别古怪 但咱们百味从小长得就可爱 老头唯独没事 会跟百味逗了两下 除了百味以外 黄老头来到这院子成娘 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从来不说话 自己拿着个马扎 往鸡脚一坐 以那大槐树边上 就这么待着了 黄老头不是住这院的 住在前边 好远的一个小院里 在百岁这年有一天呢 听妈妈说啊 说黄爷爷死了 百味当时没什么感觉 黄老头虽说打小就叫黄爷爷 但没感情 不过你说一点不伤心嘛 也不是 百味也挺往心里去的 黄爷办完丧事之后 十五天左右 有一天晚上 一大堆人呢 在院子里边待着 当时有人呢 煮的花生米毛豆啊 搬过电视来的 反正百味记不清了 他说这天像是有个什么足球比赛 要不体育比赛 诚心刻意的凑在一块 大家伙瞧电视瞧比赛呢 到了晚上天都黑了 百味和几个小朋友 在院门口玩着 忽然间呢 几个小孩正在这玩的入神了 就听见家里院子里边 所有的大人尖叫起来了 百味说叫的特别突然 不知道为了什么 里边是喧哗声一片 所有大人全都在院子里边喊 还没等百味反应过来了 只见百味他妈从里边 好不顾一切的 从院子里跑出来 冲着百味就过来 一把把百味抱起来 就给弄回家里去了 当时百味记得特清楚 抱着他回家的那会儿啊 妈妈好像特意不往家门口进 刻意绕了一下 百味还说 妈咱去哪啊 那不咱家吗 他妈不说话 脸都白了 抱着百味绕一大圈 然后走到家门口 正对着自己的家门 像是做个准备一样 然后一个冲刺 把门推开 这才钻进去的 进屋之后 百味说 我爸已经在屋待着了 我爸手里拿着个棍子 这 这是干嘛呢 哎哟 这件事成了百味小时候的一个奇怪的回忆了 没事就问爸妈 妈那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但是这家门口的大人们就好像都商量好似的 没人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告诉过任何小孩们 直到百味上了初中 他才得知啊 那天晚上到底出什么事了 百味长大了 听爸妈给他一讲 他才明白 这换做谁 谁也不能把这吓人的事告诉孩子呀 这天晚上啊 原来是闹了鬼了 怎么说呀 那天啊 要是真的还原的话 得从坐在院中间的一个大叔说起 百味管这人家大爷 这大爷姓张 比百味他爸大上两三岁 这张大哥呀 是典型的天津人 比较粗犷 人不坏 但平时做事也挺霸道的 看个电视啊 玩个什么的 都喜欢抢在头一个 张大哥这天拿着个那种不躺椅 就直接戳在这电视正中间了 也就是说大门口 是正对着张大哥后背的 剩下的人全部扇形排开 围着电视 都是背对着大门的 百味他们正在外边玩着 这张大哥看着半截电视 忽然感觉 这身后有个东西过去 像是有个人走过去似的 然后张大哥当时没感觉 就以为啊 是别的邻居进来了 然后沉了这么两三秒 这人搜一下 又从张大哥身后又过去了 张大哥这会儿躺在躺椅上 就有反应了 转过头就开始看 谁啊 这回头一瞧 哦 黄大爷 张大哥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哦 黄大爷这也看球赛来了 然后又转过头来 继续看电视了 朝着电视看呢 还没看了有三四秒了 不对了 不 这黄大爷前两天 不是死了吗 这只见张大哥 嗷了一嗓子 就从躺椅上坐下来了 大家这一瞧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呆好好的 给大家伙全吓着了 只见这平时 这粗质大爷的张大哥 直接张嘴就闹起来了 好点 黄大爷回来了 哎哟 张大哥这一嗓子一喊 大家就开始朝这院里四处张了 好嘛 这一瞧我 只见那棵槐树的下边 站着个黑影 这黑影 没人不认识 这不就是前些日子去世呢 黄老头吗 所以接下来 这院里边一瞎子就闹大了 这接下来正是百倍 瞧见的那一幕了 好了 朋友们 这条故事也讲完了 我天津话说的不标准 大家别笑我啊 尽量瞎学 学了半天 问了人家半天 有人说我笑我 那东北话学的不对的 这尽力了 其实我听了一下过的去 咱也是做个缓冲啊 马上还有一个故事 那咱接下来不耽误时间 咱继续讲下一个 嘿 讲完下一个 刚好这期节目也就结束了 但是您一定得听完了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凯神的节目 是越往后边 越吓人的 咱们这下一个故事 大家就得跟着我这嘴走了 咱去哪了 本东北了 嘿嘿 马上带着您去东三省啊 因为东三省 在 在二十年前吧 又出事了 给咱讲故事 这大哥呀 今年快五十了 给我讲的是 他小时候在老家发生的一件事 到现在都让他费劫 而且 他说只有奶奶相信他 家里 没人信他的 大哥住在 一个山村里边 算是那种小山 不是大山 离长白山不远 但不是长白山的主山周边 他说我们那村特别穷 穷到什么地步呢 只有狩猎记的时候啊 有那野动物能吃点肉 平时什么都吃不上 我们那地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种啥不长啥 东北很少见这种地 亏了 旁边有几座小山 能吃点山货 不然村里人呢 我小时候那会儿 就还有饿死的呢 小说大哥大概是十来岁这年吧 十来岁还没上学了 您说得多可怜吧 十来岁这年在家待着 大概是一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 他说他妈让他上厨房那边拿东西去 东北的厨房跟房子是连接着的 跟那个有些地方的房子是不一样的 推开他们家卧室大门 奔着厨房就去了 到厨房啊 找了半天 妈妈让拿的东西没有 他妈在屋里就急了 哎呀 我说不是厨房啊 你在那小仓库里了 地窖边上那 拿东西去 妈妈挺不讲理的 也没孩子说精重 大哥呢 当时慌慌张张的 推开门就出去了 这一推门出去坏了 那地印子那边特别黑 他不愿意去 因为此时大哥才十来岁 当时浑身就开始发抖了 但是他妈妈特别厉害 又不能不去 硬着头皮啊 是奔着家里院西边那个 小地印子吧 就去了 他说我们家这地印子 上面是有个小房子的 不像东北有些人的地窖 是直通地下的 而且这小房子还不小 得有个十五六平米的样子 推开门进去 我一拉灯石就把灯给开开了 我们农村那灯啊 跟没开没区别 不盯点的一个小灯泡 为了省电 因为电费实在是交不起 进去之后 我的天哪 哎呦 这整个这里边是一股寒气 直冲我心头 说实话 这是我们家的地界 这里边是什么环境的 我比谁都清楚 但今天晚上非常特殊 进去之后 肾上就不舒服了 可是这妈妈让我拿东西来的 我得完成任务呀 我就开始找 妈妈让我求的东西 刚啊 进到这里边找了没两下 我就看我家 这小门房里边 放的那几口大缸晃悠 晃悠的不严重 但明显那大缸在颤动 当时我第一反应 应该是我家的野猫 其实就是我家养的猫 但是不让进屋 基本是在外边活动的 我当时也是好奇 朝着这中间的一口 大缸就忘记了 头刚伸向那大缸 没过缸眼 看到这缸底的时候 我差点吓死 只见这大缸里边坐着个人 这人穿着一身白衣服 脸也是白的 两个眼睛翻着 朝上针瞪着我 留着个小盖头 然后脸上抹着两个 发着粉头的小嘴巴 全身一身特别白的 漂白愁子 其实我跟您说 那个白呀 就跟小一在的 看完这一幕之后 我就吓疯了 一声尖叫 从屋里就直接跑出去了 然后朝着我妈那边 就跑回家去了 进屋之后来不及解释了 我一声哭得不行了 妈 有鬼呀 当时就这样了 我妈连听我说什么都没听 骂着街就从屋里出来了 上来直接就照屁股上拍 拍了我两下之后 让我闭嘴说我胡说八道 然后根本不问青红脏白 一裂我耳朵 直接给我裂屋去了 到屋里不让我坐下 让我在那发战 我就在屋里开始闹我上了 我小时候还是有很大反抗心的 不是那种老老实实的孩子 我就一直在那叫唤 小门阀里有鬼 小门阀里那缸里边有个小孩 妈妈连听都不听 那农村的东北老娘们 那是很难对付的 我妈到现在还跟我闹呢 您更何况小时候 然后闹了可能几分钟吧 我奶在那屋其实已经睡着了 估计上我的喊叫声给吵醒了 然后我奶就朝我们这屋来了 奶奶当时推开门帘子进来的 进来之后就说 怎么了这是 出什么事了 我一看我奶奶进来了 我就哭着给我奶奶讲 我奶一听我说刚有个小孩 我奶奶脸刷一下 白了 可是我奶脸白了 我妈好像就跟看不见一样 没等来起我奶奶说话 我妈就告诉我妈说 妈呀睡觉去吧 别在这待着了 别理她的小孩犯病了 我妈说完这话之后 伸手就要扶着我奶出去 还没等我妈摸到我奶了 我奶直接急了 你闹什么呀 啊 孩子这是遇上事了 你也不问个青红早白 我跟您说 我们家属于婆媳关系特和睦的 我妈特别尊敬我奶奶 我奶人也特别温柔 我长这么大 这是唯独一次看我奶奶 跟我妈翻脸的 此时我不敢闹了 我知道这事态严重了 然后再接下来呀 我妈一看奶奶脸色不对 马上上去哄我奶奶 然后他们娘俩呢 在我妈的搀扶下 就跑奶奶那屋去了 临走时 我想动 我妈还指着我鼻子骂了我一句 让我继续搁这罚站呢 哎呀 就打这天开始啊 那门房我是绝对不进了 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您呢爱信不信 别看就在我们家 在院子里边的一个门房 三年左右 我连那门房的门 都没敢再碰过 我妈就抽死我 让我拿什么东西 我也不去 其实到了后边 我妈也知道 看来我没胡说八道 我能感觉得到 我妈只是强势硬挺着 实际上她晚上去那门房 我看她也挺紧张的 后边得隔了七八年了吧 我都完全长大了 在农村我们那 十六七岁就大小伙子了 家大人就什么都跟我们说了 有这么一天 我跟奶奶随便聊天啊 就提起了当年小时候 水缸的那件事 我就问奶奶 奶啊 你说小时候看那水缸里边 那是看见鬼了吗 奶奶当时是沉思了半天 其实是在琢磨到底该不该给我讲 我就挺急的 又问了一下奶奶 奶啊 你给我说吧 到底是咋回事呢 你看来是知道啊 然后奶奶又琢磨了好几秒 这才把她知道事告诉我 那几个水缸 别看在那扔着 那是好多年前我们家的东西了 也就是说从奶奶嫁过来 那几个水缸就在 奶奶说啊 她小时候 那会儿是十六岁嫁到我们家的 来到我们家之后呢 我们家里就出过一次事 这件事出事时奶奶是非常清楚的 但没有任何的亲身经历 爷爷不让奶奶凑钱 具体发生什么事 或者是出现了什么画面 奶奶都没瞧见 只是都听爷爷说的 奶奶说那会儿家里出了点事 这事挺吓人的 一天呢 爷爷的亲弟弟 等于那会儿跟奶奶住在一块 老大先结婚嘛 爷爷亲弟弟那会儿还小 才十五岁 忽然间这么一天 不知道这二爷犯什么病了 打外边抓了一条黄鼠狼子回来 东北人是不让碰这些东西的 但是那天呢 等于爷爷的爸爸没在家 家里只有爷爷在 二弟也不小了 管不了 爷爷说了他两句呢 他没理 继续拿个绳子拴着那黄鼠狼子 他就一直拔着那黄鼠狼子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据爷爷说是拿着黄鼠狼子在那揉 揉揉揉揉揉 一下把那黄鼠狼子给甩到水缸里了 此时那水缸里积的是酸菜呀 等于 那酸菜对于咱人类大口喝起都不行 那黄鼠狼子一猛的炸进去 再加上那上面又飘着好多菜叶子 翻腾半天 等把黄鼠狼子从里边给抓出来时 已经淹死了 就从那开始 大概还没过了一天了 二爷就开始说胡话了 满嘴胡说八道 他不是说他人话 说话叽叽喳喳的 这都不用讲了 东北人很清楚 这肯定是让黄鼠狼子给误上了 然后从那开始过了好长时间 才把二爷给调整好了 后边好了之后过了一年多吧 一天晚上 奶奶说就跟那天晚上 我出事一模一样 也是晚上出去拿冬一进 然后二爷像个疯子似的就跑回屋了 一边跑着一边喊 说水缸里边蹲着个小孩 穿着一身校服 脑袋踢个坎头 脸上还有小红嘴巴呢 好了 小伙伴们 这期故事也给大家讲完了 您知道 后来我问这大哥 人大哥跟我说啥吗 他说这是那黄鼠狼子 没完没了 不定打哪 招来什么东西 放这杠里边 吓唬你们家人呢 哦 我一听人家东北人解释出来的思维 对于故事的分析能力 跟咱的角度真是不同的 我想不到 要不说东北哥们厉害呢 不对不对 得叫东北大哥厉害呢 好了 这期时间差不多了 那咱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还有陪伴 那么今天晚上这期节目 咱们就讲到这了 下期节目会更加精彩 希望您保持收听 那得了 今天咱就到这了 最后再说一下咱家那句老话 记录身边灵异 讲述 世间传奇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